我们原来的Cell1 可以跟使用者要一个东西 我们第一个先来建一个 我们插入一个叫做成绩函数 这个成绩函数在这边插入程序里面 记得选Function 然后这边叫函数 确定 跟使用者要一个平均函数 这个名称 我们把它放在刮弧的后面 按 先贴上 好 就会跟他要一个东西了 叫平均成绩 再来我要return什么东西回去呢 其实 一般如果上面做好 可以 把上面的东西 整个拿来参考 但是不需要跑回圈 所以把它C 贴到下面的话 不过因为它是多一阶 你可以把这 这几个 本来按tap 对 如果back回去的话就shift按住 再按tap shift加tap shift加tap就是 倒车 就是向左缩排的意思 或者你不会 你可以用那个上面 我看 这边有一个工具列 按右键 编辑 有一个工具列是做这个 这叫做 凸排缩排 对不对 也会告诉你 其实就是缩排 这个跟那个 Powpoint 握的里面很类似 把它倒车回去 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输入的东西 有没有 这边要改什么 平均成绩 因为 使用者将来会给我一个平均成绩 那我就把它放在 伊栏 因为伊栏的东 伊栏的部分 我可以不需要 那输出的话 本来是输出到居栏的 把它改成什么 输出到 平均成绩 这个观念 可能刚开始 各位还不太熟悉啦 不过用久了 慢慢你就把它当一个公式 把它记下来 以后很快你就可以产生 你要的 函数 这个画面好像在你们讲义里面有 只是你们讲义好像 字很小 所以 稍微看一下 OK好了之后 我们就建一个叫做 成绩函数的 一个方选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有没有放在这里 插入函数 找到 全部的 最下面 成绩函数出来了 他会跟你要一个 平均成绩 按确定 平均成绩是他 确定 有没有合格 那我把这个稍微置中一下 置中 然后往下填满 OK 全部都完成 所以会有两个 一个是 利用那个 VBA做出来 按下按按钮 一个是直接 在插入函数里面 可以找到 我们要的 成绩函数 两个部分 请各位 再练习看看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